台中市怎么会出现了一只老虎呢 原来是条八个月大的拉布拉多犬 因为它的主人很喜欢老虎 但是没办法在家里养 干脆把心爱的小狗用了染发剂 染上了老虎的斑纹 那么这个黑黄相间的模样 还真的像这小老虎 不过我看到这样的画面 这个动物保护团体倒是非常不鼓励 他们说这个染发剂的化学成分 可能会伤害狗狗的皮肤 金黄色毛皮配上招牌黑色斑纹 怎么会有老虎穿梭在台中市闹区呢 这可真是吓坏人了 不过仔细看 原来是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啦 因为主人太爱老虎了 想养又怕危险 正好把爱犬染成了老虎斑纹 就连爱吃鞭炮的怪习惯 这也是主人教的 仔细看这条拉布拉多犬 不管是脸上背部还是肚子 老虎斑纹的模样 还真是染得微妙微笑 还有这条到处摇的小尾巴 黑黄相间的模样 真是太像老虎了 主人花了好长的时间 才让爱犬乖乖被染成了老虎斑纹 虽然模样可爱 但会不会有虐待动物的嫌疑呢 奉劝各位四主们 还是得三思而后行 主人新闻 陈思源 朱显明 台中报道